在一九七零年代以前 台湾的雕塑都是以政治性的塑像为主 直到雕塑大师杨英峰 他号召同学李在前 土地朱明等等 组成了现代雕塑团体 叫做五行雕塑小集 才突破了当时保守主流的雕塑风格 朱明也因此走向了现代雕塑家之路 睽違二十九年五行雕塑小集 在朱明美术馆再度合体办展 重建他们当年大破大力的艺术美学 四十年的往事如烟 没有人还记得五行雕塑小集 那是几个爱好雕塑的朋友 在那孤极成郁的年代里 常聚在一起喝茶闲聊也说意 形色各异的木头不锈钢陶瓷雕塑 眼熟的朱明人间系列 和杨英峰抽象的长行作品 他们都来自同一个雕塑团体 五行雕塑小集 现在的雕塑是我的概念是最好是 去雕一个你从来没看见过的东西 所以五行的东西变成有形的 87岁高龄和杨英峰是同班同学的雕塑大师 李在前 亏为二十九年 终于盼到五行雕塑小集再聚首 李在前拿出了他的代表作 二而不二 二而不二这个只是一个标题 并不是代表着一个艺术的风格 或者一个整个的思想 我是把两块完全一样的感白 就像两张纸头 就不同的折一折 之后两个又放在一起 远看像是折纸 感觉随时要倒下 但又坚毅挺立的钢结构 呈现处理在前作品特有的流动感 艺术是要利用这些技术 是产生一个可以欣赏 或者可以思考的东西 数学上来讲 一乘一等多少 一乘一等于 一乘一等于 在几个上不是一 是一屏风 一屏风再乘一 就变成一个立方 1973年杨英峰号召李在前 郭勤志等雕塑家 和著名周炼的后辈艺术家 在台北云星咖啡馆 组成了五行雕塑小集 这个团体第一次展出 在1975年历史博物馆的时候 那时候丢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报纸是叫 折折称奇 化腐朽为神奇 几乎当时的观众 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都觉得说很惊讶 然后开始促使他们 开始反思说雕塑是什么 那现在雕塑是什么 一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 无所不包的包含性 表达创作自由 五行雕塑小集打破 1970年代雕塑的主流风格 就是当时是在戒严的时候 雕塑就是那种铜像 那种很政治性的 不然就是很教育性的东西 老古板这种感觉 他们敢这样冲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突破 8月40年 当年的创新成为经典 持续影响台湾现代雕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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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